Tatroom有留言问1211 他说他300元楼上有货 应该可以怎样部署呢? 他说究竟现在松绑好 还是还加住 还是什么都不做就先拿住呢? 什么都不做就先拿住 我想他其实也有弹性 他也可以说再加住 也应该有实力再买多一点 但是这些位置是很尴尬的 因为对上当然了 突然间有383 落到287那些位置 因为那几天是害怕的 股神減车 但其实到这一刻都没有说是 大家好像都没有了一件事 大家害怕完了 说转了其实是不是股神都不知道 大家都是猜的 数量是很厉害的 所以这个因素又现在剩下了 但是也不知道会不会再翻出来 所以可能还有机会借势回低一点 还有实际来说 虽然我自己是很看法给阿迪的 一向都知道的 但是你说论这些位置300元附近 我也略嫌是高一点 有点高的 因为真的反映了很多好的因素 所以除非真的突然有新的报道 说得很理好 否则真的要立刻再上有难 所以 虽然是持续保态 如果你说 譬如假设你之前300元附近的那桌 买了 但是以你来说 你会觉得不太不舒服 可以的 那便是持续保态 甚至乎如果你真的可以的 还要等低一点 譬如看之前207元这些位置 或者是有没有机会低一点 才能够考虑 因为如果你真的做了207元 你再买多住 我当你真的不要说300元 楼上 当你300元也好 其实你300元 287元 这样拉回人就会比较280多 其实就 立刻是会 感觉上好了很多 因为你说论一个长线 我觉得要再上是有机会的 但是未必是这一刻 因为真的升得比较急的 过去这几个月 所以我觉得 可能等低一点 再加回好一些暂时的持续保态